国民党长今天分别前往了民众党团拜会 而民众党会支持谁呢 来看国会大现场 国会大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由于来委员来到现场委员早安 大家早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到的就是 国会呢接下来在日一号 新任的立委来暴露之后 马上就要来选出立法院正副院长的人选了 我们看到民众党这边是邀请了蓝绿的两党的候选人 今天要来到党团来做到他们党团来做一些说明以及会谈 不过因为这一次呢跟国民党的会谈是密室是不公开的 不过韩曼这边马上打脸说我们明明是客随主便 想问委员怎么看 民众党其实在过去这几个月以来 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不是第三大党 还是第三小党完全是存乎一念之间 他们把自己想得非常的大 因为从1月13号之后我们看到 他们不断的出招发球 好像一直都是他们在控球权 那亚轎各位亚威 就我们常常在讲说你不但这个赌博赌了 你可能这一次其实他赌并没有赌赢 可是他亚威又赢人 赢了不少的相信他这些话的这些粉丝们 可是我觉得进入国会之后 你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一个泱泱大党 你虽然现在是第三大党只有八席 但是我也相信你们是不希望永远都只是 就是小草党或野火一烧就没得小草党 我相信你们也希望茁壮 所以政党应该要有政党的格调 其实在政党之间的不管是纵横败和 其实都有他固定的一些礼 也就是可能耳爱其羊我爱其礼 我觉得这个你看到的是其次 看到底是政府院长谁属 或者是招委委员会的招委等等 那个可能是羊 可是我觉得我们更重视的是 所有应该要有的礼仪 或是所谓的SOP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空文哲这一次呢 他感觉很大气说我们是主随客变 不过随后马上又补充到 如果国民党这一次来是全程要公开的话 他认为国民党这边只是来过场 而这样子的状况好像跟军阅当时候有点像 所以就有被讽刺说 柯文哲是不是得了这种军阅创伤症候群 对 所以柯P自己是医学的专家 这个医疗专业 所以这种创伤症候群 压力创伤症候群的这样子 一个症状 其实他这次最近我们看他 不管在他的反复无常上 已经一显无遗 其实也看到他存在着蛮大的一个焦虑感 一方面又要彰显自己是党主席 又要有主控性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不是只有一个三三黄 三三而已 现在其实是有两个人在唱双黄 唱双黄 所以我觉得这个柯文哲他的创伤压力的来源 不只是来自于11月23号的军阅饭店的 军阅酒店的这个军阅这个蓝白会 而是在于他一直从选后到现在 其实在他们内部 不管叫公斗也好 或者他们自己党内传出的种种争议 我觉得其实柯P我觉得他蛮辛苦的 压力真的很大 该看医生的时候还是要看医生 要尊重专业 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这边 这次还抛出了说 希望可以之后委员会改成这种 单一招委的委员制 不过因为蓝绿这边其实都有质疑 认为说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会不会这种声音会蛮偏颇 黄国昌他在立法院的任期 大概跟我资历差不多 大概应该只有四年 可是即使我在这里四年 我都发现其实前人的智慧 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黄国昌他我觉得他的理想太丰富 可是对于现实的认知又太骨感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 即使像现在 现在所谓的这个双主席 就是双招委制 我自己个人以我个人为例 因为我们每隔一周要轮值 我们当双委的时候要轮值 这个轮值的当下 你看到的是黄国昌这边讲的是 你可以掌握议题 你可以排法案等等的不受干涉 不受介入可以一直不中断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 比如说我就以我警销或军工教的权益来讲的话 我不应该是只有在 我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当然可以问这个人事总处 可以问权势部 法务部 但是有许许多多相关的议题 我还是必须要到交通委员会 到内政委员会 可是每一次只要我是当周轮值的双委的时候 我是被绑在委员会里面 其他的委员会我都没有办法去进行质询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这个两个周围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除了我自己不分区 我是必须要希望能够就我的这个关心的议题 跟法案在不同的委员会之中去游走 我曾经一天最多是问了七个委员会 那还有我们要顾虑到 其实我们这个区域委员 像我们现在中南部的委员 他每天都是要回到选区去面对选民 所以黄国昌他的所谓单一的招位制 其实是在运作上面是行不通的 不过我们最后想来问 因为今天两党都会来到民众党团这边来拜会 国民党是早上那民进党是下午 那所以大家就会在想说 民众党这边有可能会拿跟国民党团的筹码 来去跟民进党团吗 这个谈判其实如果能够在一个互信的基础 或是有一些讯息的基础上 可能可以得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 如果彼此在猜忌 我觉得重点是今天是谁邀来的 那民众党既然要这么讲 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开大门走大路 告诉我们你们到底要什么 那否则真的再过三天 就礼拜四我们就可以看到潮水秀 到底潮水退了之后 您是西装鼻挺西装革绿呢 还是下半身没穿裤子 大家都等着再看 OK 好我们今天谢谢刘宇兰委员 谢谢 我们刚才听到委员刚才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 不过因为我们这次看到 因为民众党是关键的少数 因为这一次国会是不过半 那我们看到民众党这整个操作下来 包括他们是邀请了蓝绿的立法院长的候选人 来到他们党团等等的这些操作呢 其实有被指引说 好像把八席当成八十席 是不是姿态有一点放太高 那民众党团到底最终会投谁呢 民众党团这边1月31号也会来做说明 那接下来呢 到底民众党出的是什么招 科文哲则说2月1号就会知道了 以上日文也找到今天情形 先进头 这样跑内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